花莲碧市大教养院创立至今超过50年了 累计收容人数超过500人 而在温馨感恩的12月圣诞节前 14号晚间举行了圣诞感恩晚会 包括市长魏佳燕、县议员魏佳贤 还有社会处长陈家富等贵宾都出席与会 由院生还有员工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 献给长期关心碧市大的贵宾还有家长 也期盼更多善心人士给予碧市大教养院支持还有协助 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佳节 花莲碧市大教养院14日晚间举办欢庆圣诞佳节圣诞感恩晚会 包含市长魏佳燕、县议员魏佳贤和社会处长陈家富等贵宾都出席与会 欣赏院生和员工带来的精彩歌舞表演 而服务35年岁月的71岁德国宣教士顾美龄董事长 11月退休返回德国 今年由吴敏文宣教士接任董事长 至此表示顾美龄宣教士尽管人已不在花莲 人心戏者花莲怨生 今天其实是第一次没有跟顾教士一起过这个圣诞节 我知道很多人很多人抢他现在 可是我也知道他现在在德国也想到我们 然后一定为我们祷告 也在后面的继续支持我们 所以其实我上次问他顾教士你在德国怎么样 你们知道他怎么会的 他说我的身体已经在德国了 可是我的心还在彼此的 所以我们要继续想他继续为他祷告 然后有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写一个LINE给他 好吗 然后我们日历的同工们这几个礼拜很辛苦的准备今天的节目 他们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要享受今天的节目 那我想每一年后 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心壁士大 也会来持续的支持壁士大 未来我们希望我想花莲师公所是一个服务的机关 能够跟壁士大其实有一些长期的一些合作 我想我们都会持续的来进行 那今天看到很多的孩子们非常的开心 那其实他们的笑容就证明壁士大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地方 那也谢谢董事长跟院长的努力 县长徐振卫也在活动开始后 三三来迟与院童们迎接圣诞 教养院表示 每年这个时期 院生们最开心也最期待 透过不断的练习 表演给长期支持教养院的贵宾和家长 认真呈现自己努力的成果 透过圣诞节庆 展现壁士大院生的热情与活力 将感恩化为圣诞节祝福 也期盼更多民众持续给予教养院资源和协助 记者长方夜华联士报导